我補充一下我的同事剛才的意見 特別我想講講電子消費券 這個是自由黨我們從2009年 我和方剛在當時金融海嘯出事的時候 我們提政府去做消費券 一直到現在12年後 終於見到消費券 當然中間有兩次派錢 自由黨支持也有促進 但為何今次我們重提消費券 一、我們覺得市道復甦 真的要靠政府給點錢 但我們為何今次去提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這個時機 因為政府其實在抗疫裏面 都希望我們的濕街市 可以用電子收費 甚至我們的茶餐廳都用電子收費 其實這個正正是一個好的誘因 讓我們所有行業去想 所以我們今次 我不相信聽到其他黨派有說 我們自由黨是跟蔡政司說這件事 去遊說它 這個是一個好時機 就算有一些行政費用 但是這個行政費用就不只是一次過 就沒有了 而是長遠推動我們香港 這個電子錢、電子銀包 還有其實對抗疫長遠來說 少一些現金大家交收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真的很感謝財政司 在今次接受了我們這個提議 不過我也想提提 希望財政司在 或者一些局去執行這件事 我都希望這個電子消費 其實我們都提過 希望是分幾期的 不要一次過給 現在既然五千元 我們都希望他可能每次是給一千元 不排除如果能夠 有一個限時間洗的話 就變成了市民不可以儲了 明年才要洗 他們可能要即時洗 有一個時限的 不知道即時是多少 我們也希望 就是財政司在想這個細節 去做這件事 還有也要想一想 因為財政司給這三百多億 我們都其實希望 幫助本地的經濟 我們就不是說 我跟邵家輝就不是說 最好這些錢洗完飲食 跟零售就算數 我們其實在香港消費 因為我們都沒有意見 包括去的士 去用 但是始終怎樣 我們都希望政府在 執行這個電子消費那麼新 都要留意一下 千萬不要 讓我們的市民可以在網上洗了 因為網上洗了走到很多地方 可能不是 即是推動本地的經濟 所以 令到這三百多億 可能 那個效益又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都希望 政府在這個 消費券 那裡的時間 電子消費券 去想起這些細節 當然我都呼籲 餵食局 不要在這個消費券推出來的時間 那裡又做這件事 封那件事 封不讓我們開 不讓我們開爐 上次去年的七八月 不幸地 就剛剛在我們 出這個 一萬元政府 我們以為 飲食零售可以 做一些生意 讓它 搞到我們 雞毛鴨血 我都希望 食衛局那方面去配合 我當然 看到現在我們有疫苗打 我自己打了 我都經常呼籲政府 其實在我們自由黨 做過民調 很多市民 都肯有誘因肯去打 包括我們的飲食業的員工 或者零售業的員工 或者你的的士員工 肯打 最重要就是 你肯讓我們 有些誘因 可以做多一些生意 或者讓我們的生意 可以回復正常 所以我都希望 在這個電子消費券 我們做多幾樣的平衡 對於那個八萬元 給一些失業的 員工 或者是自僱人士 這個自由黨 特別是自僱人士 我們有幾個表列行業 都是一些自僱人士 我們都有出力去爭取 我 很感激 因為這次財政司 是看到 過去我們提出的百分百擔保 給鍾小企 做得成功 將它引進來 給個人 但是因為這件事 到最後都是要向銀行借的 透過銀行去做 我真的在這裏呼籲我們所有的銀行 特別是大那些 不要看到金額勢 因為每個人最多都可以借八萬 以及這班人士 很可能現在 真的銀行戶口只有幾元 因為真是財政無門 那你就覺得這些錢 就算跟他拿了 都不會擺得到你在你那裏多久 那就不去配合 當然我去年 是之前亦都拍了門 叫銀行幫我們飲食業 我亦都很高興當時那間銀行 是 不管新章舊你 你有沒有光顧 他都肯跟我們去做這個申請 那我希望今年 今次 銀行繼續在 這150億 那些人可以去申請的時間 希望他們真是 配合一下 讓他們 快點 好去 做這件事 當然我明白我有些業界 都會對今次 好像有些東西 少了那樣 電費好像又少了那樣 但是我是 理解有時候 其實我們電費單很大 給三幾千元其實都不是幫得到很多 看到好像那些排費又沒有那樣 但是我只是提起業界 其實去年的措施 就已經我們排費 去到9月30日 今年的2021 我們都是不需要排費的 那些排要續 也都不排除 希望不需要 去到10月1日的時間 可能 經濟還是未復甦 財政司司長又會再去想 去延長這件事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 仍然有水費 工商業污水付加費 排污費 這些去減免 我們都覺得是好的 去到156段 講到 醫管局的人手 政府就去給多些錢 我們當然是同意 去挽留那些人 但是 對於那些醫生 我覺得那個 醫管局的人工 可能跟外面私人執業 是差得太遠 這些錢是留得多少 醫生在醫管局 我都不敢說 所以去到尾 我們都覺得 短期要舒緩 我們香港市民 在公立醫院 需要的醫護人手 就一定 應該要大量 輸入 外面 的醫生 雖然今次很多事 都少過去年 例如 你們的稅 入息稅 和公司退稅 差響 但是今年 他比去年 窮了幾千億 今年都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覺得 財政司 是有承擔 和也都 夠膽 去做一個 一千億的 赤字預算 我就給了九十分